一人躲在雍正的床下,看到了他杀胸一幕,第二天此人就服毒自尽了,雍正的一生笼罩着神秘色彩,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帝王在中国历代众多帝王中,雍正在现代社会有着比较高的知名度,之所以能如此广泛地被世人所知,民间关于他的种种传言起了很大作用,清朝野史大官,终有一篇野史文章, 这篇文章讲述了雍正疑似杀害兄弟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雍正皇帝执政时期,有一位同城的读书之人,给宫中的一名颇有权势的太监,当老师在几年的教书生涯里,书生和这位太监相处融洽且绝,下了颇深的友谊有一天,书生向太监表达了自己想要参观皇宫的意愿,这位太监,在宫中也算是有着不小的权利, 于是他为书生伪造了手续,打算让书生乔装打扮一番后混入皇宫 在进入皇宫之前,太监对书生讲了很多注意事项,例如经过五门的时候,门口的士兵可能会突然对你大声喊叫 如果是从未进出过皇宫的人,可能会被突然的喊声,吓到当你表现的惊慌,时,便会遭到守门士兵的弹查 一旦被查明为非法进入,可能会性命不保并且进攻时,需要经过很多关卡的弹查 几乎每个门的士兵都会做出这样的突然袭击,但是越深处的少卡防备越松懈 于是书生牢牢记下太监说的话,在太监的带领下书生非常顺利的进入了,皇宫在皇宫中游览了很久 太监便带着书生往回走准备将他送出宫去 两人行至半途看到路边,有一个布置豪华的亭子亭子里还摆着一张床 太监被书生说道,这里是皇帝常常休息的场所 要不趁着没人我们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吧 但是他们也不敢在这里待得太久 万一皇上突然前来这个亭子,两个能藏人的地方都没有两人正嘀咕着呢 突然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人群议论的声音 而且听声音人群正向亭子走来 太监急忙说道,情况不妙好像是皇上 过来了这下可怎么处理啊 情急之下太监只好让书生藏身在床下 这位书生吓得脸都白了 在恐慌中他只能依照太监的意思 躲到了床下幸运的是床下的空间足够他藏身 他甚至可以透过床板的接缝 看到外面的情况过了一会儿 他便看到雍正带着一些人 过来了进入亭子后 雍正盘起腿坐在了床上 太监赶紧上前伺候 这没过一会儿,有几个侍卫带着一个人过来了 这个人看起来受尽了折磨脸上 没有一丝血色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应该是王孙贵 咒一类的人物这个人 在面对皇上的时候拒绝下跪 而且充满仇恨的说道 你难道 一点都不顾及兄弟之情吗 曹丕在登上帝位后 虽然迫害过他的弟弟曹植 但是他始终没有杀死亲弟弟 你用阴谋诡计登上了帝位 储心积虑的陷害储君 你怕会引起众弟兄的不满 竟然打算将你的亲兄弟全部杀死 难道 你就不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吗 雍正听完大为愤怒 命太监长官那人 又让侍卫把那人手脚捆绑起来之后 雍正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 强行让那人服下瓶中的药粉在后 雍正让侍卫找来一个大钢 将那人碎尸后丢了进去 然后将瓷瓶里剩余的药粉全部倒进了钢里 只听见钢里发出吱吱的声音 一会功夫就散发出浓烈的臭味雍正 一边悠闲的品茶 一边等着钢里的尸体化作血水 最后雍正凝笑着让人把血水倒进宫外的污水沟里 太监把皇帝送走之后 急忙把书生从床下弄了出来 他警告书生 不准将今天的事情泄露出去 否则将性命难保说完 就急忙将书生送出宫去了大概是文人的特性 出宫后书生竟然将白天所见 全部写了下来 躺进了破棉衣 里第二天太监回来了 脸色苍白 他对书生说 我多么希望皇帝不会知晓你的存在 但是没想到皇帝今天竟然问我 昨日床下藏着的是何人 我出于无奈只能够出实行 皇上命令 我杀了你派来监督的宫廷侍卫马上就要 来了先生还是赶紧料理后事吧 书生听完大哭 血也无可奈何 只能服下毒药 书生去世后太监向外宣称他因病去世 并将他的遗物送回家乡集 个月后书生的家人清点遗物 实在破棉衣里 发现了书生写的文章得知了此事 但是这件事关系重大 如果泄露出血恐怕会招致满门抄斩 因此他们不敢向外人提及这件事 雍正的特务统治 是很厉害的他在夺得皇位后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各省都设立了秘密特务机构 这些特务可谓无处不在 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他们的监视经常有官僚 因行为不端而被诛杀 一些对朝廷出言不善的百姓 也会受到惩罚官员们常常猜测 这些特务是身怀高超武艺的人 否则他们怎么能无声无息地知道所有事情 能难停笔记 第一卷中还有个故事 有一个新上任的巡抚 他有一天下班后在家里 和女俊们玩纸牌游戏 但是玩了两圈之后却发现少了六张牌 而且巡遍次处都找不到 只能扫兴结束游戏 没过多久这个巡抚突然接到消息 让他赶去北京念见雍正 但是他奔赴北京 雍正只是慰问了他几句说了几句没营养的官话 但是当这个巡抚完头 准备出取的时候 口雍正突然叫住了他 然后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 笑道这是你的东西把你拿回去吧 这个巡抚仔细一看顿时吓了一跳 原来皇上给他的东西 竟然就是前几天丢失的那六张纸牌 这本书的作者是李柏原 名宝家原名宝凯自柏原别号男 婷婷长必名游戏主人 欧哥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人晚清小说 大家著名报仁此书可算是一部晚清之事说心语 书中所记 多位前清一代一文一世 上字公平下之驴像字鱼的诸四方 有人所传述 无是不确无语 不心非东超西左 易道委托者可比小兰 留先插可比逆读者当信言之不谬也 参考资料 清朝野史大观 难听笔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手划打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